欢迎收看焦点 今天我们把焦点放在新加坡和中国的合作关系 再过一个多星期 10月3号将是新中建交30年的日子 这些年来两国几代领导人密切的往来 为双边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经济合作和民间交流都取得了不少人 一年多来两国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友好合作 今年两月两国政府签署了关于合作开发建设数字工业园区 新加坡已成为中国在东盟的重要合作伙伴 共同书写中心关系更加美好的篇章 自1990年建交以来 中国历任国家主席都曾经到我国访问 而我国三位总理在过去30年也曾经多次到中国访问 我们两国之间虽然国情不同 但是我们所面对的挑战有相似的地方 所以应该互相挫商、紧密的合作 新加坡的关系是非常友善的 而且在很多领域方面有很多合作项目 我们在政治、经济和人文交流方面 这些年来是更深更广 这30年内 其实我们在各个领域的合作项目是越做越好 今天的这个中心关系这种良好的局面 不是一夜之间从天而降 是几十年来一步一步这么走出来的 也正是双方一代又一代 这个友好人士这种接续的努力 那么中心关系才不断地走到今天向前发展 车队鱼贯开进中南海 为新加坡和中国的关系开启了新篇章 建国总理李光耀先生 1976年第一次访问中国 同时任中国领导人毛泽东会面 访问我国的中国领导人 也定下两国网后合作关系的基石 我认为Teng's meeting with Lee Kuan Yew in 1978 was very important because Lee Kuan Yew was very straight and speaking the truth to him which Teng Xiaoping appreciated but he was also very impressed by the achievements of Singapore in such a short time after independence so I think he felt that China had fallen behind because he was following the wrong model and it brought about a very strong friendship of mutual trust and respect between Lee Kuan Yew and Teng Xiaoping and I think because of this Mr. Lee Kuan Yew decided to support China's policy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自此以后 特别是中国自1980年代 开展改革开放政策 两国间就有高级别的互访 商界和民间交流 虽然当时心中还没有正式的邦交关系 两国在1981年9月互设商务代表处 1985年副总理吴庆瑞博士卸任之后 中国国务院委任他为沿海开发区经济顾问 没客气 两国也签订多项协定 包括投资保障 旅游合作和避免双重课税 并建立了航空联系 不过我国一直到1990年才同中国正式建交 曲通美教授是心中建交 我国的首席谈判代表 1990年10月3号 新加坡和中国正式建交 史任外交部长黄根诚和中国外长钱启琛 在纽约签署了联合公报 两国正式建交之后不久 中国在1992年也加速改革经济的进度 为新加坡和中国的双边关系发展带来了契机 到了1990年的时候 中国开始在琢磨怎么样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 他们意识到就是说 新加坡过去的几十年的经济成功方面 有一个经验 就是搞经济特区 像预览开发区 所以在1990年的时候 邓小平先生就明确提出来 就是要向新加坡学习 要借鉴新加坡模式 因此在1990年代到2000年代中 大批的中国官员和干部到来 考察学习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 社会管理和公共政策 人数估计达到5万名 我国的高等学府还开办了市长班 专门让中国官员了解我国的体制 除了前来取经 两国政府也通过合作开发大型项目 取得了符合双方所需的成果 广告过后一起了解 欢迎未来焦点 继续把视线放在心中建交30年 政府间合作开发大型发展项目 是心中关系的一大特色 这二十多年来 两国间一共有三个这类的项目 它们配合着双方经济发展的需要 互补优势 互相借鉴和互相支持 达到了共赢的目标 建国总理李光耀先生和史任中国副总理李兰青 在协议书上签字之后 我国同中国第一个国与国之间的合作项目 苏州工业园区也随之开启 这个项目的目的是要转移新加坡 在工业园区的开发和管理经验 在1993年或甚至早上 Mr.Di Kuan Yew came up with the idea that instead of so many officials coming to Singapore and our ministry officials were very busy briefing them why not we do a project in China therefore the project to develop an industrial township was proposed and eventually we chose Suzhou to develop that Suzhou industrial park 前高级政务部长李毅贤 在工业园开发初期 曾经以经济发展局官员身份派驻苏州 负责招商引资 当时的苏州基本上都是池塘 都是稻田 所以我们在展示我们的蓝图 要说服跨国公司到那里去投资的话 很大的程度上他们要相信新加坡 因为他们不太知道苏州 我记得我们去建一个公司叫做Eli Lilly 美国的一个制药厂他们听了我们大半天的解释之后 他的一句话很经典 他说OK Wherever Singapore goes We will follow you 他说你新加坡去哪里 我跟着你去哪里 因为我意思就是说我信任你 苏州工业园是奠定了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基础 这话怎么说呢 因为在1989年过后 中国面对这个很大的挑战 那么新加坡是唯一的在 或者是少数的在这个亚洲的国家 继续跟中国合作 而且帮助推动中国的这个经济改革 尤其是以出口导向为主的经济策略 包括新加坡也投资在苏州工业园 新加坡也替中国在苏州工业园招商引资 虽然工业园开发的头几年 在地方层面遇到了障碍 但是双方政府把问题解决之后 园区稳步发展 如今它是中国的工业园区示范项目 苏州工业园它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初期 这个工业化建设的是一个试验田 它不仅在苏州就家喻不晓 而且通过引进新加坡的经验 为中国后来各个地方的工业园的建设 提供了一种参考的模式 苏州工业园也为新加坡企业 在海外的布局提供了机遇 2007年11月 两国同意开展第二个项目 天津生态城 目标是共同开发天津一幅地段 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城市 我们那时候启动的天津生态城 主要是要跟中国方天津方找一个 怎么样在发展经济大力发展的时候 同时兼顾到环保 兼顾到绿色发展的需要 怎么样更好的利用好资源 做节约性的这种发展 估计目前有超过十万人在生态城工作 注册公司八千多家 而经过十二年的开发 它也进入下个阶段的发展 接下来的发展十年 我们的注重点是在于 怎么样把国内外先进的绿色发展的经验 绿色产品的科研跟市场化的这些活动 带到生态城里面 那么它就可以继续地发挥一个 站在比较前沿 绿色智能发展城市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示范的一个城市的功用 2015年心中庆祝建交25年 两国也签订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 成为第三个国与国的合作项目 同以往的合作不同的是 它没有实体的发展项目 而是把重庆打造成为中国西部的 互联互通和服务经济中心 将中国西部同东南亚 以及其他地区连接起来 重庆的合作项目我们可以看得到 是服务业的金融的 重庆作为西部的另一个金融中心 中央给的政策 那么新加坡的央行也有政策 所以在这个集资 不管在新加坡集也好 或者在重庆集也好 都可以相互地利用 在这个重庆项目之下 我们看到就是这个陆海新通道 从重庆然后往南过贵州 广西到北部湾 然后连接南海的这个海上的交通运输 广西做了十几年都没有做起来 疫情期间我们也看到 很多的东南亚一些产品 也通过这个南海 然后广西的港口 然后再到这个中国的这个陆路 铁路啦 公路啦 这个运输 运到中国这个市场 这三个项目呢 都有不同的时代的 是一个与时俱进的一个标志 他们都要适应时代市场的需求 提供这个有对对方 有价值的产品或者是服务 那他们的成功呢 是因为这些项目紧紧地围绕 中国各个阶段的这种发展战略 同时它也契合了新加坡的发展需求 和它所具有的独特优势 除了政府间的合作项目 由本地财团牵头的几个项目 也获得政府的支持 当中2008年开展的中心广州知识城 已经升格为国家级项目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之后 它已经是粤港澳大湾区的 高科技创新地和宜居城市 凯德集团是项目合资财团的 新方股东 知识城第二期的发展 将借助地理优势 发展成为大湾区的新增长引擎 第二期可能会比第一期 整体的开发会带有更好的一个规划 还有毕竟成熟度已经在那里 也有一定的居民已经居住在那里 将会以更智慧的一个城市去打造第二期 不论是政府间的合作项目 还是由企业财团主导的 都有项目开启年代的时代感 在科技主导的今天 我国同深圳就签署了 打造智慧城市的备忘录 稍后回来了解两国建立的高级别机制 怎样协调和提升合作关系 欢迎您继续收看焦点 两国政府合作开发项目 是新中关系的特色 除此之外 两国政府设立机制协调合作 探讨开拓新领域也是特色之一 另外 我国还同八个省和市设立理事会 这也是罕见的安排 足以凸显双方坚实的合作 和多层面的关系 通商中国在2007年 在高规格的仪式中成立 这个组织的宗旨是要扩大 以及深化心中的人脉网络 新加坡的青年一代 要和老年一代一样 继续发扬光荣传统 对外开放 兼容并包 学习世界 一切先进的东西 中国是在中心中的运动 整个设计我做到中国 当我认为27年 在最后30多年 我看到不同的人 不在建筑上 因为那你能够找到建筑人 而建筑人 但是人們的思考 他們的想法 他們的決定 他們在獲得新的知識 這讓我無疑 這是一個社會的動作 我們必須自己與中國合作 十多年來 這個組織通過主辦不同性質的活動 讓國人認識和瞭解中國 加強雙邊的往來 我們主要的宗旨就是要讓更多的新加坡人 尤其是年輕人 更好 更深入地瞭解中國 我們可能語言上是沒問題 能夠閱讀 能夠溝通 但是從文化上 從社會 政治結構上 我們可能很多年輕人都不了解中國 通商中國是個民間推動政府支持的組織 在官方方面 我國同中國有數個高級別 促進合作的理事會 每年輪流在兩國開會的 中心雙邊合作聯合委員會 2003年成立 由兩國的副總理任聯合主席 我們在每一次的會議都會談到 我們在每一個範圍裡所取得的成就 如果有特別的需要的話 我們會針對每個區域的合作項目 來多做一些討論和研究 我國也是少數同中國個別省份和城市 設立合作理事會的國家 二十多年 共建立了八個這樣的關係 中心之間合作 參與審視規模 還有合作的這種深度廣度 在我們兩國對外雙邊合作中 也是少有的 中國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改革開放以來 從推行市場經濟到同世界接軌的過程中 新加坡實際上都扮演著一定的推手角色 比如2008年簽訂的新中自由貿易協定 新加坡是第一個 同中國簽署自貿協定的亞洲國家 在早期期間 有很少的解釋中 中心和美國 而新加坡主持人經濟的項目 要承認中國向美國 而美國向中國 而有時我們幫助解決定 當中心想加入WTO 美國有很多抗力 而李廣尤 其實在 Washington 经过几十年的高速发展 今天的中国各方面的实力 都已经大大增强 接下来通商中国 希望能够协助这段友好关系 延续下去 我想比较重要的就是 怎样把这种合作的眼光 过去的友谊 跟互相的这种政治上的信任 延伸到未来 延伸到我们年轻人 我们的下一代 三十年的正式建交 更久远的经贸和民间往来 十三亿人口的大国 同一个五百多万人口的东南亚小国 建立了坚实和多层面的关系 两国关系现在已经成为大国和小国 这种合作的一种典范 并不断地展现出这种前瞻性 战略性和示范性 两国的领导建立了相当好的联系和互信 所以我们在讨论那些项目的时候 我们都会照顾到彼此的利益 和彼此的需求 两国在这三十年内 两国的发展都是非常迅速 尤其是中国的发展 所以我们要能够以时寂静来保持这些联系 所以接下来我们也要看怎样能够继续 探索一些新的领域来加强这些合作 下个星期我们将探讨 在冠病疫情的新常态下 还有在变化的地缘政治和经济环境中 心中关系接下来会怎样发展 感谢您收看今晚的焦点 如果您想重温节目 请到八世界的网站 也欢迎您到诗诚实试的面部专业 观赏其他精彩的网络视频 我是蔡盈 我们下个星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